讲到了知识分子太注重自己的知识 所以知识分子都比较偏左 但是呢这些知识分子的冷血会说 在过去的历史上呢 也不断的引导了许许多多的这种 甚至是革命啊 国家之间的战争夺权这种理念 那么小的呢 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在美国所经历的 甚至呢对与错善与恶 所有这一切重新进行定义了 那么来说我们来讲一讲 怎么样理解这个常识呢 我们很多传统的常识 现在都已经被推翻了 那么怎么去判断呢 常识啊 这个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中共啊 它这个所谓构建全球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 所谓的全球治理系统里面 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抵抗 这个所谓的全球暖化 这个和西方的左派想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有相当高的一致性的 但你看到西方很多左派啊 他们就是要搞这个处理 怎么样啊 花大价钱去处理这个全球暖化造成的问题 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呢 这个可以回归到1992年那个时候 在联合国开始的一个叫做agenda 21 联合国当年搞了什么21号方案啊 那它在里面搞的呢就是全球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气候暖化 那个所谓的全球气候暖化呢 现在就变成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 一天大晚说不断的去谈的啊 这么一场对人类的存在所造成的危机 那你谈了谈 你谈到最后这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现代人类的 这么一个常识性的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当年的这个所谓的啊 你现在回过头去去研究一下啊 你研究一下你就发现这个全球暖化啊 global warming还有这个 climate change造成了这个crisis啊 这个这个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啊 它最早的时候在联合国进行讨论的时候 那当时呢是早在全球找了啊 这个超过千名的科学家进行调查 它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这个对科学家的调查基础之上的 你听起来好像这个东西有道理啊 对不对 那科学家嘛专家嘛 对不对 你对他进行调查 大家的科学家 而且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那为什么会错呢 那你不相信他 你不就是不相信科学了吗 对不对 现在不也是 当时呢 他们对这个实际上 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说这个 全球暖化会带来危机啊 这个结论呢 他所做的事情的这个研究过程 这个理论的建立过程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对全球的这个 超过千名的科学家 让他们回答两个问题 总共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他就是说这个 问他们这些科学家 你觉得人类的行为 会不会造成二氧化碳的增加 人类的行为越多 会不会造成二氧化碳的这个 增加的这个量 会不会越多 那当然了 所有的科学家 那当然是yes 那对吧 那都是 确实是 然后第二个问题 二氧化碳的增加 会不会造成气温的 这个 气温 这个温度的增加 那当然也是了 这也是常识性的问题 所以yes 对吧 所以最后 所以说 那这两个问题 他就觉得 你只要人类的 所有的这些 这个制造业 或者人类各种各样的行为 它就会造成 这个气候的 这个二氧化碳的增加 从而造成 最后造成一个 这个全球的暖化 造成这个 这个南北两极的冰块 这个它会融化 这个然后那个 海平面会增加 升高 最后就造成了一个 毁灭人类的危机 就是这么很简单 你把它 这个过程 你要回去看 你不能听这些专家讲 你要去看 它这个过程 是怎么来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两个问题 他问的是不是 太简单化了 你要仔细 你要去问 对不对 这两个问题 大家都确实是 一致的 问题是 它出题的人有问题 为什么说 出题的人有问题呢 对不对 你这两条 确实是没有什么争议 可是出题的人 他忘记了 还有许许多多 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二氧化碳的增加 它会造成 这个植物的 这个增长的速度 会加快 那么植物长得越快 它是不是会让温度 就降下来了呢 他问 这个问题 他不在他的问卷里面 对不对 然后在人类的过去的六千年里面 人类历史过去的六千年里面 绝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比我们现在地球所处理的 目前的温度要高得多 它也没有造成这个 这种地球的毁灭啊 所以说等等 很多其他的问题 他不问 他仅仅这个出题的人有问题 不是说科学家有问题 对吧 科学家你问我 我就回答什么 但出题的人 他们有问题 所以说最后就制造出了 这么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要防止气候变迁的 气候变迁带来人类危机的 这么一场大的全球性的 到今天为止还在进行的这场 非常有意思的 让你要真是有常识的人 有常识的人 你就会觉得 这个非常可笑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今天啊 这个回归常识 已经成为一场运动 甚至这个西方还出现了 叫什么呢 二氧化碳联盟 二氧化碳联盟 什么叫二氧化碳联盟 就是二氧化碳有好处 二氧化碳你多了以后 它会 因为不是全世界都在花钱 减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吗 这个它就组织二氧化碳联盟 为什么 二氧化碳多了以后 就是这个植物 增长更快 绿化更快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个在非洲那些穷的国家 他们没粮食吃嘛 对不对 你二氧化碳多了 粮食容易重了 对吧 二氧化碳就最好的肥料 绿肥 对吧 所以 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是 我刚刚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这个知识分子 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知识了以后 他就往往去失去了 一个更大的一个对整个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讲 天人合一从这个天象的变化去看问题的这么一个大的视角 而比较往往注重于他那个牛角尖 在那么一两个问题上他最后搞出了这么一场大笑话 我记得这个美国有一个和这个布什 2000年和布什竞争做总统的那个高尔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高尔就是克林顿总统时候的他的副总统 对不对 后来他跟这个布什 小布什这个竞争总统时候他输了 那么小布什所以说当年这个高尔他就是一个这个全球气候 这个危机的一个最忠实的这个推动者 然后呢他的预言就是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 那就是现在五年前 他说那这是2000年的时候 他竞选的时候说的话 说你们如果说是不去处理这个全球的这个暖化问题 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 那么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 加利福尼亚州就已经是被海平面给覆没了 被海平面覆没了 那你今天回过头来 现在2020年都到年级接近年尾了 对吧 你回去看啊 这个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实际上现在 按照高尔当年的说法 2000年的说法 那我们现在就在海平面以下 但实际上大家活得蛮好的 而且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这个海平面的增加呢 它并没有超过传统的这个过去一两百年里面 那个增加的速度 对吧 而且这种知识分子对这种所谓的这种南北极的 这个这个槟城的融化的这种恐惧 实际上并不是高尔开始的 我们回去查了一下 30年代 3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种声音 当年这个30年代 在三几年的一个这个美国的气候杂志 国家性的这个气候杂志 然后呢它那里面当时 30年三几年就有这个气候学家在当时呢写 他说再过20年 那加利福尼亚就会沉到这个海里面去了 那个因为那个冰 南北两极的冰城的融化 高尔只不过在2000年 70年以后把那个观点又拿回来重新宣扬了一旁 而且作为他2000年主打他的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一个标杆性的旗号 那今天回去20年以后回去看 实际上呢 这些都是一些笑话 然后他们还搞得非常的起劲 到高尔进到今天为止还在做这些事情 那而且现在的美国国会里面还有一批这个左派非常不遗余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这个给你举几个例子吧